大乔鲁班新皮肤值不值得入手 离谱啊兄弟们 这大乔的新皮肤不和孙策一起上线 竟然和鲁班同时上线了 反正上次那个真我系列皮肤 摇就是最后上线的 所以现在看孙策这款皮肤的品质有点危险啊 那咱们还是先说一下大乔和鲁班这两款新皮肤吧 首先鲁班这款新皮肤呢 总体看下来其实做的确实不错 可以说是完全对得起传说品质的 但这款皮肤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风格和电玩小子太像了 而且它的技能特效也是有很多电玩游戏中的元素 所以如果你追求性价比的话 真的可以完全去选鲁班的电玩小子 来做这款新皮肤的平替 其次就是鲁班的虎年限定 是很有希望在80年期间返场的 这款皮肤的设计就更加惊艳了 而且局内的火焰特效也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要老道选的话 我是更建议大家去等等鲁班的虎年限定的 那么你会怎么选呢 而大乔这款新皮肤虽然被吐槽是原味十足 但不得不说这个建模还有局内特效 是完全吊打制爱画架的 也可以说算是目前大乔特效最好的一款皮肤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等大乔的花架返场的话 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还不如直接入手这款实时取旅 而且现在有66卡的话 最低1179点券就能拿下 性价比也是相对高一些的 那么最后问问兄弟们 你会入手这两款新皮肤吗 请关注步行录 我是小道 下期见